現在是我們來到東飲的第二天 在上午結束行程以後 回到民宿睡個午覺 下午繼續展開我們的東飲之旅 中午回去民宿休息了一下以後 我們現在下午再度出發 現在來到這個景點叫做 Hall Out 我們剛剛是從前面騎過來的 待會往那邊的話 是往山山據點 那邊有營區不要過去喔 好 從這邊下去 待會再可以往這邊 還可以到那邊的營區 這個步道看起來往下走 也是可以走到海邊 不過這邊的海邊都不是沙灘 都是屬於沥灘 先看看 這邊也是有秘境的感覺 剛剛直接掃叫了一下我看看 哇 好多海邊垃圾 不過這邊走過去你看 那邊就有影子 就不會燒到太陽 我發現從旁邊這邊走過去 好像可以離開這些漂流物喔 到了到了 哇 這邊是一個開闊的海灣祕境 前面那邊有一個海蝕洞 前面有一塊膠岩 那邊應該就是真正的國之北疆 北戊礁 剛剛本來覺得一切都很美好 但是我剛剛要拿我的背包的時候 因為我剛剛背包就放在這一個 歷史灘上面 發現裡面有海艙航 所以來這邊的話要特別小心這一點喔 我們剛剛從那邊下去了 現在走這邊 去舊軍旅那邊看看 我老婆跟女兒們 他們想要保留體力 待會去國之北疆 好 舊友 舊電話 帶你們去看一看這一個舊軍旅 喔 這一間應該是本壽 喔 個人是本壽 喔 這邊有一個VIP壽 安館中心 這邊寫金氏重地 禁止進入 好 那我們就不進去了 到平台這邊看一下 我們剛剛下去厚澳海灘 沒有注意到 前面那邊有一個海蝕柱 喔 現在上來停車場了 從那邊上去國之北疆 這兩個小女生還準備了撲克牌 剛剛坐在這邊休息 等我在這邊玩起撲克牌 其實我覺得你們兩個 還滿有貴賦命的 不知北疆疆羅漢屏入口 哇 西影這邊也是處處是美景 有沒有認同 可以是美景 哇 真的 美景 美景 美女 這個要剪掉 當然不能剪 哇 姐妹情深 現在西影這邊規劃的也不錯 很多地方都有提供廁所 聽說這邊應該是軍方的單位 那他們提供廁所是為了方便民眾 這邊又有無底海景步道 以及龍洞彎頰步道的FU了 哇賽 關海步道 我覺得那個船跟這個這樣子 是一個很好的點 不錯呀 你看下午的時候就涼爽了 現在太陽在右邊 這邊就曬不到太陽 現在遠眺前面的營區 就讓我想到我之前拍攝 比頭角步道那邊的廷陶營區 哇 前面有砲擊 這邊的景觀完全不輸比頭角步道 以及龍洞彎甲步道 前面應該到囉 到了到了 還要再下去咧 知道了 但還沒到 但是還是可以關一下景 繼續走 這邊也是到處都有軍事設施 真的到了 真的到了 國 之北 江 遊客到這裡都會拍起來 我說三 你們跳喔 一 二 三 這裡是哪裡 國 之北 江 耶 最北邊的是 前面這一個 北固礁 是中華民國國土的最北邊 看一下北固礁的位置 大約是在北尾26度 東京120度 這邊還可以上去上面的觀景台看一下 這邊看的是另外一邊的景色 哇 也是非常的壯觀 前面是羅漢平的三色石 有三層顏色喔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不過現在是廢光 所以觀眾看起來可能是厚厚的 三色石大概是這樣子 一個顏色 兩個顏色 三個顏色 前面下面那邊的海灘 就是我們剛剛去的厚澳 其實這裡還有一些隱藏版的碉堡 看起來 下面那邊 前面是台灣好行的公車 騎上泥彩的外裝 我現在理解到 為什麼早上我們來這邊的時候 沒什麼人 是因為今天的台馬執行delay 所以遊客到下午一點的時候才到這裡 那一般遊客來這裡就只有待一天而已 所以早上的時候 我們才會沒有遇到半個遊客 不然其實這邊是滿行的 你看遊客都來啦 現在又走到停車場這裡 左前方就是西隱恆山靶場 現在這邊是西隱恆山靶場 看一下這個靶場 這邊是蠔溝 會有人遠在這個地方舉人行靶 等到打完靶以後再爆靶 看一下前面這個清水澳的對面 那邊有一個涼亭 就是我們早上去的晉服鱷魚 早上在那邊往這邊看的時候 早上這邊再打靶 我們接下來來到山山據點 我們會往前面進去 剛剛看到這邊有個地方好像可以下去 待會兒我們再過來看看這裡 先去看山山據點 山山據點 以前叫做山山據點 是西隱島火力最強大的據點 山山據點 1 2 3 咔嚓 先來看這邊的重點區域 這個是40公里酸管防泡 這個可以上去做操作耶 小孩子應該很愛 來可以轉 你看 玩起來 玩起來 好好玩喔 看到你的應該是控制這個泡了 妹妹那邊的話 你看這個泡管還可以調整角度喔 太酷了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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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射上面的飛機 來了來了 射火箭射火箭 射火箭 好玩喔 所以我們不用去什麼特色遊戲場了 也不用去什麼觀光工廠了 哇 吸引真好玩 現在這兩個姐妹在玩半家家景 妹妹剛剛去運輔子彈 好玩喔 快 敵軍來襲 咦 這兩個美女在這邊看風景 風景不錯喔 美女們 前面是清水澳 前面是中柱港 下面這邊還有蠔溝 看起來這邊也是看夕陽的好地方 前面有一個觀測站 來看看 我們看一下蠔溝 這邊還可以下去 這邊還可以下去 上面是觀景台 下面這邊 前面看起來好像是泡塔的樣子 下面這邊就是淨湖鱷魚的鱷魚頭 前面是鱷魚嘴 只有在這邊才看得最清楚 這是剛剛本來要先看的觀測站 注意注意 去看觀景台 現在這個山山巨點 可以說是我們在東影這邊的最後一個景點 我們從中天上午的六點到這邊 明天上午大約六點 我們要離開東影要去南竿了 這兩天完下來 對東影這邊也沒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我們是來運動的 會時不時的讓我想到那個電影裡面那個西西里的海岸 就真的很美 只不過這裡沒有黑手檔 其實我發現我們來這邊 GMS的時候都會先看過一些別人的文章 基本上不會插到哪裡去 不管是甜點還是正餐 我覺得都還不錯也都還蠻沒有特色的 我們吃了兩次的國裡豆花 我覺得如果來馬祖的話 不一定每次都是要去南竿北竿 或者是去看梅花路 來東影這個地方 算是國之北鄉 中華民國國土最北邊的這一塊大土地 來這個地方我覺得也是蠻不錯的 不要錯過這個地方 我覺得馬祖一定要來一次東影 我聽過一個笑話 有許多嫁過來東影裡面的人 他們當初為什麼會嫁過來東影 因為當初他們老公就說 我家住東影 他以為說住東影 以為是住在日本 於是就嫁給他 然後就跑過來東影 就是到日本去了 來賓請掌聲鼓勵鼓勵 今天太陽的日落時間是6點51分 現在大約6點25分 不過現在的夕陽也已經很美了 你看夕陽的陽光 倒映在海面上 哇 浪漫耶 現在夕陽快下山了 對 漂亮喔 要離開前再拍一次夕陽 現在夕陽的下面有一艘船 漂亮喔 現在太陽被雲遮住了 不過反而有一點火燒雲的美感 喔 太陽又從雲中竄出來了 喔 現在很紅耶 現在實際上太陽紅的程度 比我相機現在觀景窗 看到的還要更紅 你看現在這邊大概有一萬多個人 在這邊拍夕陽 好啦 現在太陽下山啦 好啦 在這邊美景看過了 夕陽也看過了 現在我們要離開這裡了 The next day 現在就是要去中竹港 大家六點半出發的傳到南竿 到南竿以後 馬上又轉傳到北竿 香港的水艦 圓形聰明